我们这节课要讲三个行修 底方心 首先看底这个字 底这个字呢 它这个星星也是这样一个形状 非常的形象 像一个弯过来 可见字的起源呢 它就是来自于象 当然这个象不只是天象 字 它为了更形象 更好书写 方便记忆 那就成为了定式 实际上这个象才是真的 才是圆形 甚至有的时候象会变 字也要变才对 这个就是当书 这个字的一个形状 就是星式的事 下面加一个点 那个 支 底 土 盒 就这个盒子 也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又叫墨 又叫豪 豪子 都是指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很难建的 很多字 它代表多个意思 但是它多个读音 代表同一个意思 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查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研究 也是代表一个 天上叫神兽 后来其实都已经封神了 不管是封神榜 西游记 甚至是水浒传 那有些人名 绰号 都可以找到 它的 一个 原型 据说这些人 都是后来下盘下来的 那土呢 自然 它是在 龙的胸跟爪 这个位置 那胸部一般 也只沉这个兔的位置 这个还是偏向于 这个龙的 你看 挨得比较近 而正中间的呢 这个是 兔 叫 防日兔 那可见 龙虎兔 它在东方 青龙 某位 正中间 七个当中的 第四个嘛 可见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来到了 龙的 一个复古 那 这个 兔呢 我们说是兔子 实际上这个时候 不光是 活跃 非常的 振奋的 这个在 古代解释这个星 也叫天四 就是天马 就指月的一个状态 你看 马是跨月 兔是跳月 龙是飞月 如果按那个谣词来说 乾隆无用 见龙在天 气体若立 终日前前 然后这个 活跃于原第四谣 那 这个 可上可下 这个状态 也是非常重要 成败就在此一跃 成败就在此一跃 是吧 越的不上去 也认了 我们主要讲一下这个 这个狐狸 我们前面 三十六生肖里面 没有这个 除了 这就是刺猬 这个狐狸 我们就说 他的心性 非常的 聪明 可以聪明到狡猾的层次 看他怎么用这个心呢 就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心 也是形象 像一个心那样 三个 主要的心 而北斗七星 其中的三个 跟他的连线 这个方位是一样的 可知 这个心 他是非常厉害的 据说这个九尾狐 最早就是打几了 这个就是他的祖先 而后来的这个 叫心悦狐 知乎其名的 就是吴则天下凡 陈地 虽然就那么一段 也可见 他的威力 这个就是 形象 下凡 我们很多 哪颗星 哪颗星 都是重要的人物 所以这一生 如果你要有造诣 你也可以上 威劣线般 威劣 陈星